因为有个基本判断 就是总体上世界 从08年金融危机之后 进入了后美国时代 不是说美国不重要 美国还是很重要 但就美国你提的思想想法 不再代表未来的方向 就大家都觉得 都看得很清楚 你这是有问题的 那么然后呢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中国它是一个文明性国家 它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智慧 就我们当时为什么分析 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战 肯定要输 我们第一时间做节目 就说肯定失败的 就我们分析它的决策过程 就你哪怕是 跟你们的美国的企业 企业的代表 做个协商 磋商 了解一下 然后他们是先宣布要制裁 先宣布要征税 然后再找企业去 就企业就还一片反对 95%的企业 美国企业都反对 我就说是 你的决策过程反了 我就一定要学习 我们什么叫做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民主集中制 我们觉着慎重多 秦老师演讲里头 说了一个词叫规律 就是按照规律办事 比按照想象办事 那要有效果的多 那我觉得中国 可能连普通老百姓 都知道规律 这个两个字的力量 再加上我们还有 几千年的文化 传统积淀下来的 许许多多的智慧 我们讲到规律 实际上 因为现代这个词汇 也可以叫底层逻辑 那么你看 为什么美国 它这个内部外部动物 来反对中国 结果都不那么成功 就是它的底层逻辑 就我经常讲 这个地缘的逻辑 就整个这个欧亚板块 中国俄罗斯是两个 这个板块的中央 是完整超大型的国家 都是文明性国家 有长久 悠久的历史文明 然后呢 在这个板块的两头 一个是欧洲 二十多个国家 分别的 这个结构决定了 它很难完整的 整合起来 然后亚洲也是 这一头是 韩国 日本 菲律宾 也是一个破碎的板块 所以从地缘结构上来讲 它要整合得非常困难的 就美国 包括这些盟国 全部拉起来 拼凑这个那个 要针对中国 不可能成功 结构上不可能成功 所以我的基本结论就是 它实际上搞这个 亚洲被人 或者是被人 被人换到亚洲 我说实际上 是虚弱的表现 它一个人自己 担当不起 对付不了你 来凑几个人 每个人 只有自己的算盘 实际上经济是这样的 就是我老讲 一切在于国际比较 现在权威的国际机构 你评列出三四个 对中国的经济 预期增长是5.5%左右 还有更高的 也有稍微低点 5.5%左右 美国是0.5% 就是都是对中国 比对美国乐观 这个你仔细再看 就是这些 华尔街的代表 这些企业的代表 这些大的CEO到中国来 都是看好中国情形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 就是因为整体上 西方都面 像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 是年来最严重的 你看这么多次的 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 大概从9% 拉到6% 还是很高的通货膨胀 有时候我就觉得 一切在比较 这次在蓝天论坛里面 我就讲了 我说世界 几乎所有国家 包括美国 都经历了 几种危机中间的 至少一种 比方说银行危机 粮食危机 能源危机 其他危机 像欧洲还难民危机 中国全没有经历过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没有想到 我们没有经历通货膨胀 我们没有经历 银行危机 没有经历这些东西 就是这已经是 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你说中国都没有机会 那全世界都没有机会 没法比 这怎么回事 我想这样子 美国是想搞破坏的 但是它现在 能够动用的手段 美国就要少一些了 因为我们这次 真是了不起 沙特 伊朗 能够恢复外交关系 因为美国在中东 它主要是两个抓手 一个就是以色列 那么就是以色列 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 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 它以色列的 全方位的支持 另外就是 它把伊朗输成一个靶子 但现在伊朗 沙特一和解以后 伊朗和沙特都相当成熟 他们的资深的官员 也相当成熟 这个太重要了 就不上你美国当了 但以色列 美国肯定还要挑 就是跟伊斯兰世界的矛盾